諮審會即使他代替了選舉主任 去總的決定這份提名是否有效 在以前有選舉主任的情況下 法例亦規定提名固定委員會 只可以就那些一般的情況去給意見 對於他是否有效 即是說他對於兩個擁護和孝中的聲明 法例是寫明一向都是提名固定委員會 不可以就那樣東西給意見 知委會的運作是等於那時候的選舉主任一樣 我以前已經說了很多次 選舉主任如何去做這件事 是法例規定了給他的 是有兩件事 以前的選舉主任是選管會不會有角色的 一就是提名是否有效 二就是選票是否有效 這兩樣的選管會都不會作任何的指示或者意見 所以現在在其中一樣 就是提名有效 換了支委會 在這個情況之下 選管會亦不會評論的 對於是否要是否有效 這個方案 是否有效 對於是否有效 任何人的選擇 有效 在這方面 情報 對於是否有效